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天因缘品第十一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国的奇数及孤独园内 当时有一位长者生了一个男孩 男孩出生的时候 天上如下雨般降下金 银 琉璃等七种宝物 变满了他的家中 于是长者请了相师为孩子站下 相师看后见他相貌奇特 就对长者说 你儿子的长相非同寻常啊 长者听后心中很是欢喜 就叫相师为他取个名字 相师问道 这个男孩出生时有什么瑞相吗 长者回答道 我的孩子出生时天降七宝 变满了我的家中 相师回答说 这是孩子的福德所指 应当给他起名为 德纳吉婆 汉语的意思是宝天 宝天渐渐的长大了 财学记忆广博通达 他听说佛陀是大圣者 妙得无双 戏充满了对佛陀的敬仰之行 渴望出家 于是他就辞别了父母 来到佛陀面前 以头面顶礼后对佛陀说 恳请世尊允许我出家 佛陀便答应道 善来彼修 于是宝天的虚发都自然脱落 身上所穿的衣服自然变成了袈裟 佛陀为他说法 他立即证得了阿罗汉果 阿曼问佛陀说 世尊 不知道这位宝天比丘 以前做了什么福德 在他出生的时候 天降七宝 衣服食物都自然就能得到 没有任何短缺呢 佛陀告诉阿满 在过去世的时候 有一尊皮婆师佛出现在世间 度脱的众生不可计数 当时僧众们在村落间游方教化 那些村子中有很多居士一起摘起僧众 做种种供养 有一个穷人虽然喜欢欢喜 但家中却没有财宝等供养的误区 他便用一把像金珠一样的白石子 撒向僧众作为供养 并发下了广大誓愿 佛陀告诉阿满 当时那位用石珠供养僧众的穷人 就是现在的这位宝天比丘 因为他过去语气成恳气的心 拿珍珠般的白石撒向僧众 作为供养的缘故 以至于在九十一节的时间中 感受无量的福报 拥有丰富的财宝 自然就能获得衣服食物 毫无缺乏 因为当时他怀有尽信心 现在遇到我出示说法 而证得了大国 当时参与法会的大众 听闻了佛陀所说的言教 都生起很大的信心 有的正得了书果 乃至有的正得了第四果 还有的发起大心 助于不退转递 在场的大众 听闻了佛陀所说的教言 都欢喜的奉行 闻于因缘经第十一品 那么这第十一品呢 和第十品啊 非常的类似 同样呀 是有一个男孩 降生在啊 一个富贵之家 生下来的同时 他就带着福德来的 和第十品 那位花天男孩 是类似的 后来呢 也是 招请佛和僧人 后来也是请佛 容许出家呀 修行 证得阿罗汉果 这个道理都一样 过程基本一样 道理呢 也是 由阿难 请问佛 过去的姻缘 佛 把这个姻缘讲出来了 同样也是在 琵琶师佛的时期 这位 有一个穷人 很欢喜的 看到佛和僧人 想供养 但是因为贫穷 没有珍宝 那么呢 他把白石子 很普通的 白石子拿出来 洒向 生种 作为供养 白石子 可能谁都可以找到 就像花天 比丘一样 像三间的野花 谁都可以采集 但是最关键的呢 他是用真心 去做的 用真心 去采集野花 用真心 用这些普通的白石子 供养 深重 后来呢 是经过九十一节的时间 感受无量的福报 拥有丰富的财宝 自然就能获得 衣服食物 毫无缺乏 然后 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祖 出家 修道 正果 这个呢 和第十品啊 过程呢 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 我们 从这个章节里边 还可以 受到什么启发呢 我想 从 这位 男孩 他的这个故事来看 我们知道 他在过去 平群的时候 说明啊 他一定呢 在六道轮回中 不懂得 不懂得行善 不懂得 不识 不懂得 修道 所以呢 无名 贪充吃 这些东西呢 让他呀 越来 越来越 墮落 越来 越贫穷 走的是 造业的路 作恶的路 一定如此 那么 当他遇到 佛的时候 他的心 发起来了 他的善根 露出来了 于是呢 虽然自己 没有钱财 供养佛 供养身重 但是啊 他用这颗 真诚的心 用 野外 这些花呀 食指呀 随处可见的东西 来 供养佛 供养身重 于是 他开始走上 回归这路了 我们看 他供养了身重以后 不是立即 就修行了 而是经过了 九十一节的时间呀 去 享受 无良的福报啊 九十一节以后 才 再 遇到佛 才修行 才正道 正道啊 那么从这个故事 河头 看看我们 我们现在 同修呢 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念佛了 修行了 说明啊 我们过去呢 肯定也 和佛 结果善缘 也是没有 修行成功啊 很可能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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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过 某些 布施啊 做过 某些啊 善事 很可能 这些善事啊 就像 这 两位 一样啊 做的很少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 长期的时间 去进一步的 行善 进一步的 成熟自己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时机到来的时候 我们 遇到了 方法 遇到了佛法 才能够啊 真正的 抽脱出去 可见 修行的路 是很 长久的 修行的机缘 是很难得的 虽然说我们 通过 布施 将来 可能 能够得到 巨大的福报 但是 如果我们 不能够啊 遇到佛 不能够 直遇佛法 我们 依然 无法呀 修行 成就啊 所以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一边 要 重视 基础 继续 行善 继续 发心 为众生 服务 进一步的 积累啊 自己的 三根福德 因缘 同时呢 我们要 抓住机会 不能再 错失了 不能再 等到 九十一节 以后 再说 要争取 在这一辈子 我们通过 修行 就能够啊 处理 大家呀 要懂得 这个道理 否则呢 将来 受苦啊 我想 这是 这一 新音源经 第十一品 要向我们展示的 要向我们 说出来的 潜在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